中国各地陆续解封 有利台湾电子厂营运 9号台股开高走高 中厂收在14705点 涨幅1.05% 电子跟半导体族群大发威 台电远赴美国设厂 原本被视为利空 没想到9号股价大涨2.12% 来到481.5元 盘后更公布财报 台电11月营收2227.06亿元 年增50.2% 创单月历史新高 这个装机典礼来讲 美国的国家利益跟商人 是完全站在一致的 也就是说你看到拜登出来的时候 所有美国的企业家 都站在他后面 这个就是国家意志 同样瓶盖股的鸿海 一甩郑州场阴霾 9号小涨收在102元 展望后市抢12月圣诞涨期 有望再推升业绩成长 这个短线利空稍微消化的差不多 所以长线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想到这个年底封关之前 我想明年的1月17号之前 我想台积电相关的一个表现 也是值得投资人做一个关注 9号三大法人合计 买超50.98亿元 外资更是终止连三卖 专家分析 随着美国联准会升息 脚步放缓 台股将慢慢走出震荡格局 再去许中胖想谈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